看一下就刚刚讲的 百笔给一颗星的话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做啦 就是说呢我们把它delete掉 这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要重复几颗星的话 那你可以插入函数 可以注意哦以后 先的话呢请各位切到这个REPT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解决一个问题 几颗星的问题 要重复几颗星 那我们不是用人工的方式啦 特别注意 用Excel就不是要让你突发链钢的 那注意要怎么用 首先第一个 因为要重复几个什么字元 所以它的关系是重复几颗星这个东西 所以呢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重复几颗星这个动作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说它的 这边是有一个 插入这个函数的按钮 特别重要在XFX 那所以我要先放在第一个动作 先放在C3 存格 接下来的话呢 请你按一下上面的插入函数 按一下插入函数 所以这边的话呢 这边有插入函数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刚刚问的问题 Excel里面呢 到底有几个函数 特别重要插入函数都在FX这里 所以呢 第一件事 假如说呢 我想知道我要用哪个函数 你可以用插入函数 那第二个动作呢 请你在选取类别 我的习惯是这样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类别里面 预设式好像是什么 最近使用过还是全部吧 那你可以选择 因为我们会用的是 REPT 它是一个文字类的函数 所以你可以找一个类别 叫文字 有没有 因为它是重复什么样的文字 所以呢 你大概可以推 它应该是文字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找到文字类的函数 再来的话呢 按照那个ABCT 因为它在R嘛 所以它的顺序比较下面 REPT就出现了 那再来的话呢 各位就慢慢习惯了 因为函数的话 它就是说 它会要你输入几个参数 就是问你几个问题 那你把这个问题填上去 而且是正确 它就会return 就是返还一个正确的答案给你 所以它有点是 帮你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要重复几颗新的问题 但是呢 你必须提供给它什么东西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下方其实它会有一些参数 REPT有没有 瓜胡 第一个参数是TES 这个参数是Number Times 所以它意思是说提供给我两个参数 我们直接按确定好了 底下有一些相关说明 另外的话呢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讯息 可以按一下函数说明 底下都有电子书 有点像电子书 虽然说它这个电子书里面提供的讯息 不是那么容易理 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而且翻得很烂的那种说明 但至少是一个还不错的 聊生以无的一个说明 OK 你们可以再自行再看一下函数说明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那CES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吗 文字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推的 repeat是重复嘛 所以它应该是需要给两个讯息 一个讯息是 你要重复哪个字 第二个问题是重复几次 哪个字 就是这个字 那如果说呢 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如果是字的话 一定全过双以后 那里面可以加一颗心 如果这个心 自己打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 另外一个方法 就跟它讲说 我那个字的位置在这里 你点一下C1 那它会帮你怎么样 把这个C1的这个文字 帮你把它放到这里来 那你可以看到 它里面就放什么 放这样子 有没有 其实就是一个 前后双引号的话 那表示一个文字 特别是 如果前后有双引号的话 就是文字 如果没有里面放数字 那就是一个数字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那重复几次呢 重复个次数 那么它跟什么有关系 当然跟它的销售量有关系 所以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点这里 那你会发现它重复158 不是啦 除以100就可以了 所以除100 那你会发现得到1.58 那1.58特别注意 它其实没有小数点的 所以它就变成什么 45路 不是45 就是取整数的部分 所以点58 其实它就不会用到 也就是它会出现一颗星 当然你直接按确定 也OK啦 可是实际上比较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把什么 1.58的 1.58 去掉 那我要怎么样把 1.58去掉 另外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 这个Numbertimes里面 再加一个公式 就是利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int 前刮弧 再到它后面 加一个后刮弧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int的话 是一个取整数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 你把里面的资料给它 它会自动帮你 把它只留下 整数部分 那小数点呢 就自动的去掉 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这个外面 包括int 有没有 前刮弧 后刮弧的话 那得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什么 就是1了 本来是1.58 对不对 那这样相对会比较精确 不过跟各位讲 你不做这个动作 其实也是一样会正确 但是做了 我觉得会比较好 OK 因为比较精确 好了 就按确定 后来的话 你可以向下填满 在那个isail里面 有一个自动填满的效果 什么叫自动填满 就是你往下填 它会自动帮你 把其他的工资 通通带出来 不过呢 你会发现 自动填满有一个问题 奇怪底下结果怎么错误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样 如果你使用到自动填满 什么叫自动填满 就是用那个空点 空点就是说 在除尘格 右下角会有一个 有点像一个小小的一个方形 你只要点住它向下拉 它就自动帮你完成其他的事 可是它这个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你如果向下拉的时候 它的公式里面 只要是列号 比如说ce有没有 它会自动帮你加1 上下的话呢 就是c是蓝 c是列 它会把列的 向下的话就列加1 上右的话就蓝加1 因为我们向下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向下拉的公式 ce会变2 刚不对啊 我们要抓的这个信号 刚好ce不能动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只要在公式的 ce的1 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前的符号 前的符号 前的符号的话呢 在ce 中间 就是1的前面加前的符号 这个前的符号 主要的用意就是说 以后就固定在第一列上面 就在这里 你不要没事 如果你向下拉 他应该会加1 你不要帮我自动加1 开这个动作不要发生 那就加一个前的符号就好 所以记得按c跟e中间加一个 前的符号 上下拉之后呢 结果就完成了 OK 你就不需要说一个一个自己来 那其他呢 请各位回去的话有时间 再练习一下 left right 然后l 那这个地方可能比较麻烦 就是这个性别 性别这个相关的答案呢 在云端上也有 那刚才有同学 马上认真马上就来问那个 有关身份证 这个其实跟mid比较有关系 这个逻辑 应该要取哪一个字呢 性别应该是身份证的第几码 第二码 对不对 所以啊 如果我要把这个字取出来 有没有 然后如果是e的话就男 反之就女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这一题的话回去试试看好了 基本上的话我们会需要 不止一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取第二码 用mid 第二个函数呢 再做逻辑判断 再用一符 所以会需要两个函数 OK 如果你不会这两个函数合并的话 那变土法令钢 总不能突发练钢吧 如果你是专门要做护证的人的话 每天光看这个 你是什么时候下班 因为下班不了吧 对不对 所以一样 请各位回去试试看 其他还有像这些 那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手机 这个 综合练习里面 这个练习 OK 那时间 好像以下课了 那今天先到 这里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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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